我们今天一开始 跟大家谈正柱双修 谈到柱修 生活 工作 处事 待人接物 通通是道场 通通是念佛 我们用这样的心 才能积功雷德 才不增长分别执着 这个才是助修 而我们所修 通通不求世间福报 不求来生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怨生极乐世界 这是十八院里面的教诲 那我们正柱双修了 我们就能回老家了 而且今天 是回娘家的日子 提醒自己要回家 假如一提醒 大家只想到自己 那不行 回家要多带一些人 所以 首先带谁 佛法讲缘分 谁缘 首先要带跟我们缘比较深的人 所以过年期间 亲戚朋友相聚 为众开法杖 广师功德宝 教学为先 相聚就是一股因缘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能开笔智慧眼 获得光明生 急法骨 建法床 要会日 泼斥安 调众生 宣妙里 所以无量寿经在哪里 在年夜饭上 在大年初一的拜年上 佛法是不恶法 当然 成德这么讲 大家不要亲戚朋友 来给你拜年 来来来 坐下来 我讲无量寿经 给你们听 通通坐好 人家马上 对不起 我待会有一点事 要什么 论悟细无声 你不能做得 让人家感觉 太严肃了 要以横顺众生 别人能 接受的一种氛围 很自然的去交流 我们看老上跟人家聊天 不管人家聊什么话题 老上马上 转回佛法来 而且转的 不落痕迹 让人家听了也很舒服 很受启发 不能人家一讲话 你那个都是轮回性造 轮回业 人家一听 压力大得不得了 人家一听 人家一说到 我最近身体不是很舒服 业障太重 所以隔言别录里面 教我们人情事理 红衣大师 为什么要挑这些句子 教我们言语 也要知所先后 则尽道矣 言语要顺人心 我们要能体恤到人心 才能顺得了人心 我们在讲话的时候 能不能体会到别人的感受 别人的接受度 这种能力是每个人本有的 我们本有慈悲心 本有真诚心 我们是有分别执着的烦恼习气 现前的 我们这个能力就慢慢慢慢就下降了 比方说我们好为人师的 这个傲慢一起来 我们就体恤不到人家的心 有时候我们一讲话 都只有别人听我们讲的份 那一定要盖过来 今天我们要知其心 才能掌其善救其师 多倾听 知道学生的心 亲戚朋友的心 你在互念他的时候 就很对他的机 这个多倾听 也是修行的必修功课 所以 洪一大师讲到了 要调剂人情 发明示例 那个调剂人情 就让人听得很温暖 很舒服 他已经生病了 你要体恤到 他已经有病的苦恼 你要先安慰他 你不能一句 尖叫先压过去 当你先安慰他的时候 他感受到你为他好 就有信任 君子信而后见满 相信了 他知道你为他好了 这个时候 你在提醒他 他很容易接受 所以孔门四科 第一是德行 第二是言语 第三是正式 第四是文学 那这个我们都熟悉 孔子教这四门 但是我们得要问问自己 我们有没有曾经 花十个小时 好好深入 怎么讲话 有没有下过这个功夫 当我们不重视 说话的修养 我们还是会顺着我们 本来说话的习惯 强者先迁 有没有可能 我们还没学佛以前 讲话的习惯 都跟经教相应 有没有可能 有 再来人 不对 再来人也不会这样 为什么 再来人 他没有起心动念 他应什么 应激 他一表演 表演什么 众生犯错 他也犯 但是呢 他犯了错 他猛然醒悟 他破腐沉舟 改过来 举例子 应光祖师 大士士菩萨再来了 他也毁谤佛法 因为他学乳 他还没有了解佛法以前 他也造这个业 之后呢 眼睛看不见 果报现前 可是他老人家 对佛法有信心 还是念佛 精进 最后眼睛好了 也表演 也表演给我们看 偶艺大师 都是啊 包含师父上人 他还没有遇到 方东北教授 他也觉得佛法是迷信 他们都是应急 给我们表演 所以佛经与生 这一句强者先迁 我们得重视他 我们得问问自己 我现在处理事情 是依照经典的教诲 还是我没学佛以前的习惯 所以修身修行 师长指导我们 修正错误的想法 看法 说法 做法 那我们的想法 看法 是学佛以前 还是学佛以后的呢 这些只有我们自己去检查 别人帮不上忙 这才是我们实质的修行 重实质 不重形式 好 所以刚刚跟